决战2024 蓝绿白 到底谁最轰会胜出呢 现在其实来看一下 在蓝银的部分 其实大家也一直说 最强母鸡一直没有迟迟被征召 蓝银的基层好急啊 现在有人郭正亮他断言 只有他才能够团结台湾 这个他是谁呢 等等分析告诉你 我们先来看的是国民党秘书长 这黄建廷 他在4月13号上午 他当时说呢 目前国民党内态势非常的明显了 就是侯友宜市长咯 好上午这样讲哦 基本上他也说侯友宜已经算是表态了嘛 因为侯友宜有说 他要上场随时都准备好了 那实力也是最坚强的 但是结果在4月13号的 才隔一个午餐之后下午 又紧急召开记者会来澄清哦 说党内共识是侯友宜 最能够代表国民党 但是但是什么 光靠国民党本身没有办法 有把握能够打赢2024的选战 因此第二阶段是要整合 泛兰阵营的郭台铭 好郭台铭侯友宜各自都在努力 最后还有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要争取非绿阵营的支持 有没有看到才一个午餐之后 上午跟下午 怎么讲法差这么多 态度反反复复 态度呢180度法夹弯 是受到什么样的压力 所以才改口吗 如果真的有 又是谁给的压力呢 好其实现在呢 其他来看到是呢 传出这个很多人都在说 这个侯友宜其他有针对了很多啊 国际啊等等的论述 都一直在加油 他也他目前侯友宜的一个态度 则是说 党有自己的节奏 有自己的规划 处理任何事都要团结 所有人一切尊重党的规划 大家团结一心共同面对 他也说当前人民最关心的 是能不能够安全安定安居乐业 现在是内政停滞 百废待举 应该要立即的改革 让人民安心过好日子 才是首要的工作 所以呢 我们要拼好日子 现在也传出 有地方消息传出哦 有议员准备要提案 提什么案呢 要把新北市的议会总执行 从6月提前到4月 以方便国民党在5月 就能够来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 不过针对这样的一个传言 来看是新北市议会 国民党团总长廖仙响 则是他说 他目前没有听闻此项提案 如果真的有相关的意见 他认为都可以拿出来 来做一个讨论 好不过另外呢 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了 2024既能够 既能够获得中间选民的认可 两岸又可以和缓 而且还能够让各方阵营都点头的人 他认为只有一个 谁呢 他认为只有侯友宜 郭正亮他分析 认为只有侯友宜能够团结台湾 但此时此刻 国民党党内的征招 实陈方式都还不明嘛 那来看看反观 民进党绿营 哇他们的这个速度效率可真快啊 赖清德定于一尊参选总统也提出了三大目标 那三大目标呢 包含了民主团结 赖清德也喊出行动民主自由 也提到了行动民主和平 时事评论员黄瑶明就说 他只是把过去这个蔡英文的四个坚持意涵呢 重新再讲一遍啊 这就是表示民进党目前在这题呢 根本就无解了啦 他认为赖清德的谈话呢 了无新意啊 不出意外 又打孔中牌吗 整个内容完全就是在避震 好逃避选战 赖清德也不过就只是蔡英文的2.0版 好接下来我们来试信林 县市台北市议员呢 张维元 维元哥早安 您就早 各位中天朋友大家早安 好要跟维元哥来请教的是 我们刚刚看到蓝营 绿营现在这个蓝营自己的内部的 包含了征兆的时程方式 一直都还没瞧拢 也没有公开 但是绿营效率很快 赖清德都已经说 他提出来的这个参选总统的三大目标了 那国民党的秘书长 他自己的态度又如此反反复复 还喊出什么 要有第二阶段啊 第三阶段啊 第二阶段要整合郭台铭啊 第三阶段还要争取非绿阵营的支持 但有人就问了 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自己内部搞定啊 难不成你要征召柯文哲吗 好 你们怎么看 对啊 我觉得从昨天黄建廷秘书长 这个新闻事件的争议 就可以说明老实讲 我认为国民党的总统的征召 时程不太能脱太完 因为现在一直没有确定一个定于一尊的情况 搞不清楚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择候选人是谁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讲话或很多的发言 都很容易被扭曲误解断章取义啊 见缝插针哦 怎么讲啊 昨天黄建廷秘书长是在一个 全国军警校联合总会一个会员大会里面 去讲出了说 党内大概有共识 就是要推侯友谊 类似这样的话语哦 但其实回去听他的原因啊 就是他有一个逐字稿 每期其实都有打哦 他逐字稿在当时他就已经提出了 第一阶段目前党内的共识就是侯友谊 那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大概会 推侯友谊出来 但问题是第二阶段要整合所谓的 泛澜的各路人马 所以第二阶段的泛澜各路人马 主要就是说郭台铭 而黄建廷秘书长在讲话过程当中 也有把郭台铭点出来 说郭台铭是国民党一个重要资产 所以要如何去整合啊 换句话说 他原意其实就有讲一二阶段的分别了 而在场的媒体其实也有听到 但问题是啊 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媒体 刻意的去 引发国民党的内吼跟内乱 所以就把这个第一阶段 这个党内共识是侯友谊 然后就是就决定是侯友谊 类似这样的话 断章取义的变成一个新闻标题 所以昨天早上的确出来的新闻 就是说国民党就已经确定要侯友谊了 所以这倒是为什么下午 黄建廷秘书长要跳出来赶快去澄清啊 因为这的确啊 我觉得他会有个效应 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新闻标题出现之后 其实我们还是要顾及其他阵营的 就党内或泛蓝其他阵营的支持者 譬如说现在就郭台铭嘛 那郭台铭支持者会怎么想 会觉得说哎 那国民党是不是有内定 那这样子如果最后 即便客观的民调是后宜 真的贏的郭台铭 然后最后征召到侯友谊出来 那郭台铭支持者会说啊 就是国民党黑箱啊 那你原本就有一个内定人选了 干嘛拉郭台铭来陪伴啊 反而会造成最后征召出现的时候 两方的一个不和谐 甚至是这样分裂 可能不会那么团结啊 所以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有人特地去操作 去借锋插针 去放大这样的事情啊 所以我觉得你征召实陈一直往 是征召实陈一直往后拖啊 就会有更多的场合 更多的机会让其他阵营的人 以及其他阵营的媒体 特意的去扭曲这样子一个事实啊 但我还是觉得这整个 整个流程现在其实很简单 我也觉得昨天黄建林秘书长 不管他原有讲第二阶段啊 但我个人会认为说 其实他这个讲话的发言 还是没那么精确 而且不应该是这样发言啊 怎么讲啊 因为就现在的 泛兰的选民或国民党的选民会觉得说 现在状况大概就是侯仪跟郭台铭 主要两大候选人 候选人 正在进行党内的滚动式民调 来决定最后征召是谁啊 所以就我们一般人而言 我们不会觉得他有一二阶段的分别哦 就觉得说哎 现在就这两个人PK啊 那赶快就民调去决定 或者是党内有其他考量 赶快决定一个人选就好 那所以更不要提 昨天黄建廷下午 昨天国民党中央下午提出来说 说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之外 还有个第三阶段 就是整合所谓的非律的大联盟 就是指科文哲嘛 那这个其实我身为国民党党员 我会觉得我有点 有点疑惑 为什么会做这三阶段哦 怎么讲 第一阶段是整合出代表国民党 也具有国民党籍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那目前他就说是侯友宜 好 代表侯友宜出来之后 第二阶段要先跟这个武党的 这个所谓郭台铭去进行一个整合 老实讲这边我就觉得有点怪 但没关系 郭台铭过去政治意识 意识倾向也属于比较泛蓝的 那他也说愿意加入国民党出演机制 我勉强能接受 他们两个就正在PK好了 好那PK不管是谁 我勉强都还能接受的情况之下 然后结果不管是郭台铭还是侯友宜 出现之后 啊原来还有一关啊 第三阶段叫非律大联盟的整合啊 所以最后就柯文哲 假设整合出来 侯友宜跟柯文哲去做第三阶段民调 然后结果绿营也特别灌面 或是怎么样的 然后最后让柯文哲赢了 那请问今天是柯文哲 要代表中国国民党 成为所谓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吗 就是这样出来吗 所以我们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一堪不及 就要这样子不断的 不断的拱手让人吗 所以他这整个逻辑上 我觉得他这个虽然有层次感 但这个层次在所谓整合 跟决定总统候选人 候选人过程里面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是会制造很多争议 甚至会把这个提名时辰往后延到 如果现在真的觉得柯文哲 郭台铭等等之类 国民党都可以接受的话 那一样 我们在同一个阶段里面 在同一次民调里面 赶紧的去做决定吗 那你现在正在做滚东市民调 你难道没有做柯文哲民调吗 你不知道其他政党的候选人的 民调高低吗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一个决定 而不是这样子有分三个阶段 会造成节外生枝 那最后还是要讲一下 侯友宜现在的确会有些困境 现在的确 党内看起来好像生质 侯友宜比较好 也蛮多政治人物支持他的 但现在我大家觉得说 侯友宜为什么不现在出来 因为新北市议会咨询 因为到6月底才咨询完 我觉得不管是 有没有把这个总咨询时间往前提 但往前提 其实我觉得就坐实 就是侯友宜就是要选局 所以即便新北市议会 能把总咨询往前移 然后移到4月底5月初的时候 趕快把总咨询进庭结束 那民进党议员一定会说 你为什么要往前移 就是要做求给侯友宜 让他接下来总咨询完之后 可以无后顾之后去选总统吗 那我觉得这是侯友宜课题哦 他基本上我认为 他现在其实内部就应该要上盘推演的 他要直求的去面对 直求对决的去面对 所谓新北市议会 其他党议员的一个咨询 所以 我觉得任何理由或任何做法 都逃不过这一关哦 所以你 还干脆好好的 透过新北市议会 其他政党对你的咨询 说你这个 落跑市长或怎么样 这种很激烈的批评的情况之下 直求对决的好好在 咨询过程中 告诉这些其他党候选人 告诉新北市民 告诉全国人民 为什么好在这个时候 必须去选总统 你要把这理由的正当性 整的够强烈 因为这样子一个批评 不会在新北市议会里面对你批评而已 他会在你总统大选当中 一直去问你这些问题 所以这问题我觉得逃避不了 还不如好好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 把这问题好好的直求对决 把它解决掉 让你之后的选举呢 无后顾之忧的 把你国家内政 把你两岸关系 把这个整个中大选的大政方针 好好的讲清楚 争取中间的选民 跟所有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 他是澎湖福澎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